随着三千雷动的出场 拍卖场的气氛便是进入了最火爆的高潮时段 那些前锋的大势力也终于是开始了 让得无数人目瞪口呆的赤膊红脸竞价 三千雷动并没有设置最初的底架 不过在那拍卖师手中拍卖锤刚刚落下的刹那 价格便是猛然地标上了两百万高价 这等恐怖的增速几乎是硝烟自出生以来这么多年首次所见 一掷千金 如此豪气与气魄 被那些势力在这地阶身法斗技的诱惑面前展现得淋漓尽致 节节攀升的价格将拍卖场中的气氛一直维持在激动嘶吼声中 没有片刻落下过 而在那急速翻倍的天价之下 即使很多人都清楚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再打那东西的主意 可能够亲眼看见这般惊心动魄的金钱竞争 倒也是让得他们感到此行不虚了 急速地高的价格在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的血淋淋的争夺下 终于是逐渐进入了尾声 而道德此时 三千雷动的价格已经提升到了令人砸舌的八百二十七万 八百多万 这等庞大的巨款 可是相当于加玛帝国米特尔家族好几年的总收入啊 这种巨款想必就算是在黑角域中 恐怕也没有哪方势力能够毫不在意的随意拿出来吧 价格到了这一地步 终于是有一些软弱的势力开始了放弃 而随着这般不间断的价格淘汰下 十分钟后 那属于黑枯木势力的灰袍中年人 脸色呀 终于是抽搐地爆出了一个一千零二十万的天价 将整个拍卖场震惊得鸦雀无声 地阶斗计千万天价 寂静无声的拍卖场在持续了将近几分钟后 终于是逐渐回复 一道道目光互相对视 皆是为那种恐怖的天价 震撼得浑身发力 以及热血沸腾 一千万哪 这种庞大的数量 需要一个势力多久的积累 黑枯木竟然会下这般高价 明显也是让得雪宗 天蛇服等势力极其措手不及 互相面面相去之后 皆是脸色难看地缩回了道口的喊架 雪宗少宗主范灵 眼神阴冷地撇着那灰袍上 会有骷髅头的中年人 手掌轻轻地颤抖了几下 微微垂头 眼眸中啊 闪过一抹宁笑与杀意 随着雪宗天蛇服等势力的退缩 那自然是再没有人 有资格与黑枯木相竞争 而至此 那卷地阶低级的身法斗戒 则是在无数人的注视下 落进了黑枯木中 这才是真正的厮杀呀 千万居款 望着缓缓落幕的残酷竞争 硝烟忍不住地摇了摇头 心中苦笑了一声 玄机略微疑惑地说道 只是这种地阶斗技 真的能够用金钱来衡量吗 啊 这话说的 你要炼制丹药 总得购买药材吧 不然凭你一个人 想要收集其 那些分布在大陆各种区域的奇药 得花费多少精力与时间 比如你要炼制地灵等 那四种药材的总价 便是不会低于五百万 你不需要钱 更何况 雪宗这些大势力 手下养着这么多人 收买人呐 培养强者 哪样不需要钱 你是不当家 不知道辛苦啊 听得硝烟这话 要老顿时一致 无奈地替这位 很少为钱而苦恼的 温氏花朵解释着 听得要老那无奈的声音 那硝烟也是善笑了一声 抬头望向水晶台上 而当乔得那满脸红光的拍卖师 突然脸色一素之后 不由得一整 玄机第一声道 看来压箱底的东西 要上场了 瞧见拍卖师脸色变化的 有着不少人 他们呢 似乎也是从此发现了什么 当下嘴中窃窃私语 自动地停止而下 一道道目光 目不转睛地等待着 此次拍卖会的重头戏出场 终于要出来了 苍白的脸庞上 浮现一抹红韵 雪宗少宗主范灵眼睛中啊 一光闪烁 南南倒 另外一旁的天蛇斧 黑枯木 也是在此刻收敛了脸庞上的一些笑容 原本蓝散的目光也是变得犹如鹰般锐利了起来 水晶台上拍卖师脸色严肃地拍了拍双手 而随着它的掌声响起 水晶台边缘处突然发出一阵咔咔声响 旋即一圈漆黑色的金属栅栏缓缓缓升起 最后成圆形之状将台子围在其中 甚至连水晶台的上空啊 也是由延伸出来的金属条给遮盖的岩石了下来 哈哈 诸位呀 不要太过在意 这只是我们为了保全拍卖品的安全 使用的一点措施 乔德那就像是囚牢一般的栅栏构建完毕 那拍卖师啊 冲着场中众人笑了笑 解释道 这囚牢是由寒铁所著 即使是斗黄强者 短时间内也难以突破而出 说着这话 拍卖师的眼睛还特意从前方 雪踪天蛇府等势力的席位扫过 话语之间的意思啊 不言而语 对于他这特别的指名 那些势力代表啊 也只是淡淡的笑了笑 并没有太过在意 往年的拍卖会中 出手抢夺拍卖品的事件啊 并非是没有出现过 所以八扇门会如此谨慎也是正常 否则的话 在自己地盘上被别人把东西给强行夺走了 那还有着什么脸面在黑角域立足 顿于八扇门这太过谨慎的举动 消炎也是一正 不过紧接着便是回复了过来 在这混乱的黑角域中发生任何离谱的事情都不用感到太过惊讶 拍卖场中突然多出了很多隐藏气息 在二楼的某处甚至有一道不比海波东弱的气息 想必那应该便是八扇门的宗主吧 看来呀 他们也是很不放心呢 要老戏虐的声音啊 突然的在消炎心中响起 文言消炎一冷 黑袍下的目光 隐晦的从拍卖场四周的一些阴影中扫过 借助着曾经被火焰洗礼过的眼睛 他能够隐隐地看见其中一些漆黑的寒芒 那重头戏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竟然能让得八扇门如此谨慎对待 乃至连门主都是亲自出马坐镇 消炎摇了摇头在心中错愕地说道 呵呵 看下去吧 想必应该不会让人失望 要老笑着摇了摇头回道 微微点了点头 消炎继续将目光投向水晶台上 此时的拍卖师正小心地弓身从下方柜子中 取出一个半尺大小的紫金盘 从那紫金盘中 一个巴掌大小的寒芋小盒正屹立于其中 盒子呈蛋白之色 虽然那相隔甚远 可下方众人那却依然是能够清楚地看见 那从寒芋盒子上散发而出的淡淡白色寒气 这可是最上等寒芋方才具备的寒气保存功效 是丹药 乔德纳小盒的体积 在乔德纳中并不陌生的保存方式 消炎先是一正 玄机眼中闪过些许震惊 价值能超越地阶斗机的丹药将会是何种品阶 缓缓地吸了一口凉气 消炎心中清楚 那可是至少七品等级的丹药方才有可能的 七品 至今为止 这种等级的丹药即使是消炎那也从未有见过 果然是个好东西呀 只不过这感觉为什么 药老的声音中啊 多了些许凝重与一点疑惑 七品丹药 这种品接的丹药的炼制 实在是太过困难了 要清楚 光是五品丹药的诞生 便是能够引起一片天地能量动荡 而七品 想起当年自己在炼制成功这种丹药时 那出现的天地异壮 几乎是犹如末日来临一般极为恐怖 在斗气大陆之上 能够有资格炼制成功七品丹药的炼药师 几乎是属于凤毛灵脚般的存在 而这些人呢 如今无一不是一代宗师之辈 随着那韩玉和的出现 拍卖会前方的所有势力 都是猛然地挺直了身子 眼神中带着不加掩饰的贪婪 死死地盯着韩玉和 没有理会铁牢之外的那些贪婪目光 白发拍卖师手掌略有些颤抖地 将紫心盒轻放在拍卖台之上 干枯的手指小心地将盒盖掀了起来 顿时一股金色猛然地爆射而出 突如其来的金光 直接是将整个拍卖场都照得通透了起来 一些措手不及之人呢 更是不由得习惯性地闭上了眼睛 消炎并未被金光而闭上眼睛 他的目光透过爆炎的阴影 牢牢地锁定在了水晶台上的那韩玉盒中 那里一枚龙眼大小的金色丹药正安静地躺在其中 丹药表面极其圆润 两丝金色气流在丹药内部流转不定 偶尔猛然扑上 细细看上去 金色气流居然汇聚成两条细小的金色神龙 彼此交缠 细微的龙吟声啊 透过空气的震荡缓缓扩散而出 让得闻者灵魂不由自主地在这股龙微下发生颤抖 望着那丹气凝聚成龙形的丹药内部 消炎身体忍不住地有些颤抖了起来 斗篷下的脸庞尽是难以掩饰的震撼 丹气凝联 只有七瓶以上 以及更高级的丹药方才具备的异象 整个拍卖场都是在若隐若现的龙吟声中 陷入了死意般的寂静 阴阳玄龙胆 寂静之中 药老的滴滴字男声突然地在消炎心中响起 只不过那男男声中 消炎怎么听 都有一种到了极点的阴沉与暴怒 第三百九十六章 七品丹药 阴阳玄龙胆 药老话语中那所勤的阴沉与暴怒 自然是没有逃出消炎的感应 当下不由得一愣 在心中小心地问道 老师 您怎么了 心中一道深深细细的声音响起 寂静药老那强行压制着某种情感的淡淡话语也是传出 没什么 先看看吧 有些事容我日后再告诉你 现在告诉你有些早了 说出这话后啊 药老便是陷入沉默 对于此 消炎微微愣了愣 默默地点了点头 不再开口说些什么 抬头将视线 投向那枚被药老称之为 阴阳玄龙丹的七品丹药 场中很多人虽然并不清楚这枚丹药的确切底细 不过从先前那道金光来看 便是能够模糊知道这东西的不凡 因此都是不由得脸露唇弦之色 相对于那些不清楚这丹药的作用的人之外 那前方的雪宗等势力 却是在此刻突然间激动了起来 许多强者甚至都是因为情绪波动 而导致体内斗气不受控制地满意了出来 水晶台上 拍卖师木工浑浑地在全场那些震撼的脸庞上扫过 这才满意的一笑 手指着那枚金色丹药 笑盈盈地说道 诸位 这便是我们拍卖会此次的最重头戏 七品丹药 阴阳玄龙等 随着拍卖师话音落下 满场一镜 旋即震耳欲聋的哗然声 以及汗然的吸气声 在拍卖场上弓顿时弥漫 一道道赤红的眼睛 带着急促的呼吸 死死地盯着那枚金色丹药之上 七品丹药 这种级别的丹药 在场的几乎超过大半数的人哪 一辈子都没有资格见到 而如今 那仅在传闻中的高级丹药 竟然便是出现在了眼中 岂能不容得他们激动失态 或许很多人哪 都没有听过这丹药的名头 望着一些人眼中的茫然之色 拍卖师笑隐隐地说道 阴阳玄龙丹位列七品 据说想要炼制此丹 首先便是需要 两头死亡时间不超过七天的 龙泪魔手魔盒 并且魔盒等级还至少是六阶 拍卖师的这一句话 便是让得一些有些茫然的人 瞬间悍然 两头死亡时间不超过七天的 六阶魔盒 那岂不是相当于 两名窦狂强者了吗 据说此丹炼成之时天现异响 一阴一阳两道龙魂自顶中 直撑云霄 互相缠绕 最后宁为丹身 拍卖师微微一笑 解说之余甚至是连他的眼中啊 都是出现了些许狂热 阴阳玄龙丹的作用 并非是直接作用于使人提升实力 而是破后而立 破后而立 硝烟一正 眉头紧锁 若是服用了这枚烟阳玄龙丹 那么日后重伤或者命存一线之时 运气好的话 这东西便是能够赋予你破后而立的机会 所谓破后而立 便是打破以往的束缚 让人犹如蜕变一般 无论身体 灵魂 甚至斗气 都是能够更上一层楼 拍卖师笑着说道 也就是说 只要谁吃了它 那么即便日后 身体受到致命般的重创 那也无需为生命而忧虑 因为说不定啊 这便是一次彻底的蜕变 或许很多人对这个彻底蜕变的界限有些模糊 那我在此向大家详细说说 拍卖师清笑了一声 玄机说道 想必封尊者古灵之名 各位应该听说过吧 却 那可是文明大陆的巅峰强者 堂堂斗尊级别的强者 当年以一己之力 三天之内摧毁八方大陆的一流势力 这等震撼大陆的恐怖战绩 怎么会没有人听过它的大名 拍卖师的问话 却是招来了一些白眼 封尊者古灵 听得这个此时还尚有些陌生的名字 在听得周围响起的虚声 萧衍娜将之默默地记在了心中 斗尊强者 那种级别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呀 实在是有些过于遥远了 既然诸位也知道封尊者之名 那应该也知道 在成就斗尊之前 古灵大人与一位宿敌的京士大战吧 那场战斗中 上海市五星斗宗的古灵大人 虽然成功击败对手 可自己也处于重伤散功状态 按照常理 即使他还能活下去 那也将会实力锐减 可事实呢 在距离那场大战七年之后 失踪已久的古灵大人 再次出现在大陆上 而死时 他的实力 却是已经在斗尊级别 拍卖师淡淡的笑道 满场鸦雀无声 很多人脸庞啊 都是涌上了一抹悍然 七年时间不仅恢复了重伤 而且实力啊 还来了个大飞跃 直接从斗宗进阶成斗尊 这速度可怕 消炎脸庞上也是浮现一抹震惊 片刻后震惊消退 心头一动 目光啊 转向那霉金黄色的丹药 突然间似是觉察到了什么 不由得深吸了一口凉气 想必啊 一些人也猜到了什么 没错 古灵大人在当年游历大陆时 也侥幸得到了一枚 阴阳玄龙丹 并且服了下 而且那股药力 在漫长岁月中 一直潜伏在他体内 直到他重伤的那一刻 启动了阴阳玄龙丹的特效 破后而立 所以七年时间 他从斗宗强者 一跃成为了斗尊 巨大的拍卖场中 寂静持续了一会儿后 稀凉气的声音啊 几乎是连成了一片 无数人再度看向囚牢中 那枚金色丹药石 眼中的垂涎 则已经彻底转化为了贪婪 可怕的破后而立 硝烟紧了紧 满是汗水的手掌 低声喃喃道 这时 耀老淡淡的声音啊 突然再度响起 也不用静听他吹嘘 那阴阳玄龙丹那 虽然的确有破后而立的效果 可在人重伤时 就算好运地启动了这种药效 那也不见得能够真正地完成破后而立 而且那破后而立的机会 也就只有一次而已 再者 在破后而立启动的那一刻 身体便是完全不属于自己 若是能够从那种非人折磨中熬过去 那自然是真正的破茧成蝶 如若不然呢 破是破了 可却也立不起来了 就算是以古灵那坚韧的性子 当年呢 也差点担不下来那种折磨 能够让得一名斗宗强者都熬不下去 你能想象出那是何等的痛苦吗 呃 硝烟一冷 眼珠一转 心中啊 突然问道 老师和那疯尊者古灵很熟吗 算是吧 随意的一回 要老突然回过神来 不由得无奈地说道 你不要想要套我的话 日后我的事啊 会告诉你的 不过现在的你太弱了 知道的太多对你并不好 文言那硝烟一阵苦笑 现在只是大豆师的硝烟那 还真的难以紧进 要了他们的那个味面 可以如今的修炼速度 想要进入斗王 甚至斗黄境界 那还得需要多久时间呢 小家伙不要妄自菲薄 你所修炼的坟诀给予了你创造奇迹的基础 相信自己吧 别人需要日积月累的修炼 而你只要寻找到足够的一伙 并且成功吞噬他们 那么日后的成就超越我 甚至那古灵啊 都是轻易而举 感受到硝烟的想法 要老不由地轻声道 呼 轻吐了一口气 硝烟微微地点了点头 笑道 希望吧 水晶台上 瞧得那被阴阳玄龙丹 所造出的气氛 拍卖时啊 这才满意地笑了笑 目光转向那奏于前排的势力 他清楚 这些人呢 才是阴阳玄龙丹的有力竞争者 别废话了 报价吧 听得拍卖时那啰嗦的话语 雪宗少宗主范琳啊 有些不耐地皱了皱眉头 声音阴冷地喝道 笑着点了点头 拍卖时清了一下嗓子 正色道 这阴阳玄龙丹的价值 想必诸位也能够清楚 光以纯粹的金钱那 已经不足以衡量他的价值 所以拍卖这枚丹药的主人说了 不管这丹药最后被谁成功拍卖 都必须无条件地答应 为他做两件事情 做两件事 文年那下方的雪宗 黑枯木 天蛇斧等等势力都是一乐 玄机脸色微扁 那位天蛇斧的青长老 更是忍不住地冷声道 你这话呀说得可笑 如果那人让我们倾尽所有实力 去对付某个难以战胜的强者 或者势力 那我们也得听他的吗 这自然是不可能了 这里的两件事 定然也是在各位的能力范围之内 不过事先呢 也在这里提个醒 既然能够拿出这枚烟阳玄龙丹 那么他的主人的身份实力 想必也不会弱 而他所需要的人办的事 多半也不会太过简单 所以诸位对这枚丹要有兴趣的 或许就得掂量一下了 不然的话 反而闹得都不愉快 拍卖师轻笑道 听得拍卖师的话 下方诸多本来打着 阴阳玄龙丹主意的人呐 眼神都是略微有些闪烁了起来 卖主的话我已带道 各位呀 若还是有兴趣 那便拍卖开始吧 依然和先前的地阶斗机一样 这枚阴阳玄龙丹没有底价 微微弯身 拍卖师冲着下方微笑道 走吧 这场拍卖会已经没有什么好看的了 这阴阳玄龙丹呢 还轮不到你来争夺 要老淡淡地说道 手指缓缓搓着额头 萧亚娜微微点了点头 既然呢已经见识到了最后的重头戏 那的确是没有再留下的必要了 斜瞥了一眼前方那些蠢蠢欲动的势力 萧炎站起身来悄然退场 有什么事啊 我刚才推卖的 我开心了 一个新闻的势力 我开心了